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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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附近的居民说 这个路口是进出敖冠社区最便捷的一个路口 这两年进出社区的车辆是越来越多 除了安全隐患大之外 每天早晚交通高峰这里时常堵车 采访中一些居民表示 其实在这个掉头区前后大约300米的范围内 已经各有一个掉头区 相关部门是否可以考虑将这个正对社区路口的掉头区封闭 把进出社区的车辆引导到前后方掉头 避免车辆在路口汇聚争抢 这个路口应该下面去会比较好点 不会那么拥堵 有时候穿出来 你从这边过来 你也来不及 这个把它松掉 因为这边家有一个路口 你有时候跟着屁股在 有时候突然这样刹车你都来不及 记者公家 黄超报道 我们希望管理部门看到我们这个报道之后能够到现场做一个调查 尽可能地把敖冠居民的诉求做一个改善 大家出行更加安全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环岛路 环岛路是马拉松比赛的赛道 也是旅游景点 可以说是厦门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但是经过了多年的使用 路面是出现了裂缝 敖陷 积水这样的问题 目前公路部门正在加紧对道路进行重新的一个修整和提升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为了不影响到大家的日常出行 很多工作都是在深夜开展的 晚上12点过后 环岛路上来往车辆明显减少 施工人员封闭了曾挫安到龙湖山路段的辅道 进行沥清摊铺 施工面积大约有近万平方米 而这项施工属于环岛路预防性养护改造工程当中的一道工序 预防性养护我们是针对道路的病害进行局部的开挖处理 我们进行开挖处理以后 上面再加铺沥清罩面 可以达到延长使用周期的作用 我们了解到 除了对路面进行预防性养护改造 在环岛路道路改造提升中 还包括对人行道路源时的立旧重修 灯杆涂装 护栏改造等建设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道路修整提升还着重对易烙点进行改造 经过梳理 整条环岛路共有39个易烙点或积水点 主要从四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 通过沥清摊铺面的微调 第二 增设雨水壁 第三 进行整段面的大范围开挖 铺设大口径的雨水管 第四 就是进行请专业的疏通管道队伍进行管道疏通 公路部门介绍 整条环岛路全长28公里 从春节过后全面施工以来 目前道路改造提升工作已持续三个多月 按照目前的进度 预计在六月底就能够完成 对环岛路的道路提升改造 为此施工都是全天候进行 公路部门表示 市民出行时遇到施工路段 仅减速慢行 配合现场人员引导 有序通行 本台记者报道 这几天有一个车位的信息 成了微信朋友圈里面热转的消息 标题叫厦门史上最贵车位 市民区天价车位770万元 说是在我们市民的一个小区里面 一个50多平方米的车位 网千的价格居然是多少呢 看得见吗 770万元 那么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的记者也对此事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张网上房地产信息截图上显示 位于斯民区联袖里某小区的一个地下车位 建筑面积55.26平方米 售价为770万元 而且还有房源编码 这样详细一算 这个车位每平方米的售价 竟达到了近14万元 对于此事 记者向市房产中介行业协会工作人员求证后得知 原来这是中介人员在输入房源信息时 把房子的价格输到车位价格上 这个建筑面积55.26平方米的车位 实际成交价是40万元 房地产中介的这个人员 不小心把它输成了房子的价格 当它输入的时候 这个车位事实也是存在的 产人证号也有 但是就价格输错掉 市房产中介行业协会表示 这则消息出自厦门房产之窗网站 由于网站在审核时重点查看房源的真实性 对于价格却没有审核标准 所以才出现这样的失误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 我市房产中介行业进行规范整治 市民购房时要通过正规中介机构购买 并认准房源编码 我们房产中介行业 这个行业的工作人员 我们要这个做事要认真 我们市民在买房子的情况下 也要找一些有房源编码的 真房源 然后在价格上也要进行一些真别 找房子也要找一些有知识的 或者有执政上岗的工作人员 这样对自己买卖房子会比较有放心 比较有保证 记者雄伟吴国豪报道 原来是这个输错信息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两天天气燥热的原因 今天已经到了24节气中的立夏 立夏过后天气会越来越热 大家要调理好心情 饮食方面也要有所注意 那么接下来下面的天气 大概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立夏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 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 气象部门表示 受弱冷空气影响 从上周开始 我室气温一直不是很高 最高温度基本维持在28摄氏度左右 而进入立夏 情况就会有所变化了 立夏过后 冷空气的势力就比较弱了 基本上就不会有这种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 从下周开始的话 可能就是偏难清流 这样增强以后 气温就会有一个升高的一个趋势 像下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 31度以上 天气逐渐变热 饮食应该多以清淡为主 在银瓶农产品市场记者看到 像油菜 空心菜 红线菜等一些应急蔬菜 已经上市供应 商家告诉记者 这几天不少市民都开始选购一些凉性的蔬菜 红线菜 空心菜这个比较好 吃这种比较凉 我们这个季节性的吃这个比较好 夏天到了什么冬瓜 多吃一些冬瓜 什么丝瓜类的 比较清凉的 清凉降火 夏季的蔬菜瓜果大多清凉可口 受到市民喜爱 不过您在选购的同时也要注意食品安全 上个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市的食用农产品 茶叶 糕点等13大类 共计364个批次的食品样品 开展了监督抽茶 其中 食用农产品抽减了300批次 不合格11批次 这些不合格的食用农产品 包括茄子 韭菜 青椒等 主要问题还是农产和重金属超标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问题产品 采取下架召回等措施控制风险 并依法予以查处 专家提醒市民 在食用瓜果蔬菜前最好去皮 或剥去最外层的菜叶 并用清水浸泡至少10分钟 反复两到三次 对一些难以去除农药残留的蔬菜 像芹菜 圆白菜 青椒等 可以放入废水中超烫2到5分钟 捞出 再用清水冲洗 在洗涤中注意 不要把菜叶揉破 以免造成菜叶内部的二次污染 本台记者报道 为了促进中国和南非两国的警务交流 公安部是派出了四名 福建警察教官组成的教官团队 远赴南非执教 来自我们厦门的宅中海教官 就是其中一位 其实在很多外国人的眼里 每个中国人 不管是高矮胖瘦 应该都会像成龙一样 功夫了得很厉害 所以厦门的教官一到南非 洋学生就像我们中国的教官表示 希望能在短短20天里 学到中国功夫 来 我们看一下 他们的心愿能不能实现 这些正在接受 自由搏击基础训练的洋弟子 全都是来自南非各省的警察精英 20人的队伍中 有7人是警长 5人是狙击手 学员中还有3名女学员 这次 宅中海和我省 其他三名警察教官 不远万里前往南非 就是要对这20名外国同行 进行为期20天的警务实战培训 宅教官说 在这些洋学生眼中 中国教官掩饰的 徒手搏击技能和防卫控制技术 一朝一世之间 都有中国功夫的影子 考虑到南非学员的兴趣和需求 教官们决定因材施教 将徒手搏击与防卫控制技术作为本次培训的重点课程 教学过程中 中国教官还不时向洋弟子们介绍中国文化 比如每次上课前 学生向教官行礼 也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抱拳礼 看着洋弟子们一边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喊口号 一边认真挥拳训练 宅教官说 他的心里充满感动和自豪 短短20天时间 宅教官和他的团队克服语言沟通障碍 文化差异等困难 出色完成了跨国执教的任务 从我们第一天看 有的人腿跟拳都踢不出去打不出来 但是通过最后我们考核跟三打王的比赛 你看到的 然后他们有好多明显跟跟哈斯不一样 据了解 本次培训结束后 20名学员中成绩较为出色的学员 将会成为南非国内的警察培训教官 担负起培训其他南非警察的任务 记者谢从斌 高志强报道 今天上午第十二届厦门国际渔博会 继水产养殖战略会 在厦门会展中心开幕 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国内多个省市的 近两百家水产企业 为市民群众呈现了各类的水产品 以及水产加工品 我们也到现场来看一下 澳大利亚龙虾 美国黑刺海参 越南鲍鱼 在本次展会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海鲜齐聚一堂 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海鲜盛宴 现场一条长达一米一的鲜鱼 就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目光 据介绍 鲜鱼是现存起源最早的脊椎动物之一 肉质滑嫩 特别是独有的鱼筋 有龙筋之称 别具风味 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全身没有刺 解决了鱼肉好吃 刺难挑的烦恼 它的全身全是软骨 没有一根刺 全身都可以吃 90%以上都是有食用部分 目前发现最大的事 在世界上是1200公斤 长度大概有8米左右到10米这样 像我们这边普遍是多大 我们现在普遍在1米到3米中间 在掌握着现场 我发现了这样一栋小小的楼房 打开之后呢 这每一个独门独户的房间 里面都住了一只螃蟹 可以说是螃蟹的一种养殖的新手段 就是它有天敌 有那个环境的因素 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自然灾害 还有就是像那个螃蟹之间会打架嘛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完全地杜绝这些问题 糖养因为它是有需要一亩地 可能也就养个一百多斤 也就是两三百只样子 但是我们那个呢 就是30平方就可以有1000只 通过蟹公寓 螃蟹的成活率可以从糖养的20% 提高到80%到90% 而除了螃蟹 龙虾 海参 鲍鱼等底细生物 都可以通过蟹公寓进行养殖 改变了传统水产养殖 靠天吃饭的模式 据了解 本届渔博会有来自海南 山东 浙江 广东等多个省市 和美国 挪威 意大利 韩国等20多个国家 近200家水产企业参展 现场还举行各种海鲜的试吃活动 展会将持续三天 有兴趣的市民不妨去看一看 记者王玉坤 王浩阳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三名男子空调房内吃烤鱼 不慎一氧化碳中毒 好在被及时发现 欢迎回到正大为您直播的特区性广场 这些年呢 市民巡报曾经多次曝光的问题点 经过是城市综合管理考评办不懈的跟进协调 而今终于有了亮眼的变化 今天的市民巡报 我们就到成功大道和杏林大桥连接线去看一下 由成功大道至杏林大桥的这处连接线道路 全长大概有一公里 早在2007年相关的管理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来 由于施工借用管理脱节 道路保洁不到位 绿化带黄土裸露 垃圾积存 僵尸车乱停放等问题 日益加剧 这期间宋巡报曾多次曝光 考评人员也不断跟进协调 问题终于在今年3月份有了实质性的推进 到目前 沿线的违章搭建以悉数拆除 僵尸车垃圾得到了彻底清理 是陆桥集团对沿线人情道绿化带进行了全面的提升改造 并进入到收尾阶段 沿线整体的市容面貌变化明显 是陆桥集团现场负责人说 目前提升改造的部分仍在施工养护期 下月将移交陆桥管理公司进行日常管理 考评人员表示 这一改变来之不易 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督促管理单位 落实好建设与管理的先接 确保整治提升成果 记者刘华报道 昨天晚上在海仓一家尚未营业的酒店的监控室里面 三名男子在一起吃烤鱼 谁知到了晚上11点多 三名男子接连昏迷倒地 幸好随后到现场的同事发现情况不对 立即拨打了120将他们送医救治 经过医生的诊断 这三名男子被确诊为一氧化碳中毒 事发地点位于新阳新安南里94号的这间监控室内 上午监控室的大门窗户都敞开着 房间内的两台空调也开着 但是并没有值班人员在港 记者了解到 昨晚在这里因为吃炭火烤鱼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三名男子 分别被送往第一院中山医院和174医院就职 在174医院神经内科病房 记者见到了昨晚的当事人之一向先生 医生告诉记者 向先生目前并无大碍 但需要进一步接受观察 向先生介绍说 昨晚9点多 他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叫了一份炭火烤鱼到监控室 开着空调关着窗门 三人在房间里有说有笑 还喝了点小酒 可到了11点多时 向先生发现其他两名同事有点不大对劲 他一个他很年轻 他还没结婚才20来岁 我看他躺在那边都不动了 也尿也撒出来 我就一直叫他 叫他叫不死了 向先生告诉记者 之后他的意识越来越不清楚 最后什么也不记得了 据了解 幸好昨晚向先生的同事来交班时 发现他们三人倒地步行 于是立即拨打120 将他们送往医院 记者从第一院和中山医院了解到 另外两名当事人也并无大碍 一位已经出院 另一位正在接受观察 据了解 每年夏季 我市各家医院都会接诊不少 因为吃烤鱼而导致 一氧化碳中毒的市民 去年六至七月 仅第一医院就接诊了九例 如果要吃明火烤的食物 包括炭火的火锅 烤鱼 或者是一些这个 有的时候是一些烧烤 一定要在室外 尽量空气流通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是想在室内吃 那窗户要打开 然后对流 然后最好是使用电风扇 昨天晚上十点左右 私民区大错山路附近一处存放酒水的仓库突然起火 接到报警后 消防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到昨天晚上十一点半左右 仓库里的明火被基本破灭 火灾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记者赶到现场时 大火正在猛烈燃烧 熊熊的火蛇不断从二楼的多个窗户窜出来 先骑赶到的消防官兵 已经在一旁的路面上 沿着仓库外围架起多把水枪 从正面出水控制火势 在这个酒水仓库的后方 同样可以看到明火正在燃烧 消防官兵也在这一侧布置了水枪阵地控制火势 记者看到起火的酒水仓库一二层是砖混结构 第三层是一间铁皮房 明火主要是在二层燃烧 现场仓库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仓库的一楼堆放的是一些包装纸皮和啤酒 二层堆放的是价值较高的洋酒和一些玻璃酒杯 三楼的铁皮房是空的 昨晚起火前仓库的员工都已经下班了 大家也搞不清楚明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我们平常的话是六点半下班 那我今天晚上在这边走得比较迟 这个八点二十才走 然后九点五十就接到那个通知了 说这边冒烟了 主要是养酒了 那些那些那些杯子的话倒还好 昨晚十一点半左右 现场的明火被基本扑灭 但是因为仓库内有不少包装纸皮 在不断阴燃 消防部门仍在持续出水清理雨火 目前起火的具体原因 相关部门还在调查中 记者孔祥鹏特别记者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空气中的PM10 PM2.5浓度达到量级的标准 其余各项是优级的标准 到晚上的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38 空气质量为优 特斯拉是一家美国的知名的电动汽车生产企业 不过你知道吗 太阳能也是这家企业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 近日借助自家的高容量的蓄电池 特斯拉在夏威夷建成了第一座太阳能电厂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这座电厂位于夏威夷的可爱岛上 占地面积50英亩 电厂的工作原理是将太阳能储存在特斯拉的高容量巨型电池中 这个电池单元可以储存52兆瓦时的电能 整个电厂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3兆瓦 能够满足可爱岛上4500户家庭的夜间用电 随着这些电能的补充 岛上每年将可以减少燃烧160万加仑的柴油 太阳能电厂项目是特斯拉与可爱岛公用事业公司合作建设的 双方的合约期为20年 每千瓦时的电力售价是13.9美分 综合评价比之前使用柴油的价格便宜 特斯拉在去年11月并购太阳能电池厂后 正式进军太阳能事业 除了可爱岛 特斯拉也供应每属萨摩亚塔乌岛 几乎全岛的太阳能和离离子电池 特斯拉创办人在启用典礼上表示 这是一个能让社区使用100%再生能源的未来计划 这是太阳能首次可以24小时供电 并满足公用事业的需求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明天下面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晴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凉 会受到臭氧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级军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